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皮影戏》的意义就是警示世人 不可贪得无厌 根据史书记载 《皮影戏》始于西汉 兴于唐朝 胜于清代 可谓历史悠久 渊远流长 在两千多年历史传承中 《影不离灯》也称之为叫 灯影戏 影子戏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画片 也是最早的投影艺术 我是土生土长的屈服人 从小而入木染 就对儒教文化特别感兴趣 我以前就是警区讲解员 由于工作原因 更多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去发现很多一些资料 从其中发现了很多 关于恐怖皮影的痕迹 从现纯的孔府档案中就可以发现 孔子的第76代嫡孙 隐胜公孔令仪 五岁世袭公爵 一生喜爱戏曲 孔府内的戏班演出活动 一直延绵不断 丰富多彩 孔府也续养了很多加班 常常会邀请民间有名的戏班 入府演出 其中就包括皮影戏 就是说 曲府最初是有皮影戏 这门艺术门类的 我就想 为什么我们不恢复皮影戏 这门民间艺术 让这门生动的民间艺术 激发出它新时代的作用 让皮影戏更好地传播我们优秀的文化 后来一次机会 能有幸认识泰山皮影的老艺人 范正安大师 我和我的另一位同事 一起跟着泰山皮影的老演员 学习了一段时间 他这个整个的动作上面来讲的话 比较干脆利索 打戏也比较多 演出的时候 这个脖子的根杆控制身体 也要刚进有力 每一场皮影戏中 不同的皮影人物 都有他的不同的故事和性格 动作都大相径庭 我们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练习 扑造的动作 要重复成百上千遍 才能掌握其中的操作手法和技巧 结合屈服本土蒙厚的儒家文化 创新排练了 以展现儒家文化为主题的 只有置身其中 才能体会到老艺人们的不易 生动有趣的皮影戏后 是很多个日夜的默默付出 经过不断的练习 才能找到其中的技巧 才能把这门艺术展现给大家 皮影中有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有山海市井 先锋道骨 古往今来的故事 在光影流动中 焕发无尽的新生 现在的皮影戏处境 并不是特别理想 在我们本地 从事皮影戏行业的人 是少之又少 像我们现在所做的 皮影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创新 就是一种很好的延续 从上一辈那学习 到现在这一辈的传扬 我非常希望 通过古往皮影的努力 能让大众去关注它 喜欢它 让这门古老的艺术 能一直延续下去 我也希望更多喜欢皮影的朋友 能够参与到我们当中